疫情发展到今天,大家都应该领教过在资讯爆炸的年代,究竟那些假新闻,假消息有多厉害?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世代,大家多多少少都应该要学一些板斧去分辨一些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医学消息去保障自己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很基本的方法,一早分清哪些医学消息是真,哪些是假的,直接入正题 假设有人放了一条假消息,他说吃了朱古力豆会引起痔瘡 大家听到当然很害怕,有人找了一些科学家去做研究 科学家做研究的方式通常是如何? 通常他会找一群人出来,随机分成两组人 一组人吃朱古力豆,一组人不吃朱古力豆 跟进一段时间之后,就看看两组之间有多少人最终患上痔瘡 如果最终吃朱古力豆那组人多了人生痔瘡 那就是有机会有朱古力豆和痔瘡有因果的关系 一般来说做了出来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痔瘡和朱古力豆应该没什么关系 所以做了出来的结果,通常会是如何? 通常吃朱古力豆那组的人会有痔瘡 而不吃朱古力豆那组的人里面,这里又有一个生痔瘡 因为其实没关系,两组最终结果都是差不多的人会有痔瘡 但始终这个是有机会率的问题,六合仔这么难中,都其其有人中 即是说如果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做研究的过程 比如我们将人分成两组的时候,吃朱古力豆那组的人 刚好这组的人不肯吃生果蔬菜,很多人或者有便秘问题 本身都容易有痔瘡 如果我们一直做研究的时候,做了出来,看起来吃朱古力豆那组的人 最终听到出来,就多了人生痔瘡 多了几个生瘡 其实并不代表朱古力豆引起生痔瘡 其实本身就是这么巧,这些人就容易生痔瘡 另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分组的时候不吃朱古力豆那组的人 如果这么巧这些人很喜欢吃生果蔬菜,每个人都很喜欢吃的话 他们大便都很畅信,少一些机会生痔瘡的话 做下去就看起来吃朱古力豆那组的人多了人生痔瘡 而不吃朱古力豆的人少了生痔瘡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真的,纯粹是偶然产生的 所以研究完科学家一般会加一些限制条件 去防止我们相信一些纯粹是偶然产生并不是有因果关系的东西 这个概念就是P-Value,即是P值 P是什么意思呢?P就是吃朱古力豆引起痔瘡 这个观察到的现象 纯粹因为是purely by chance 纯粹因为是偶然产生的机会率有多少呢? 一般我们把它设置到比较低的数字 即是我们设置到最好小于0.05 0.05是多少呢?等于二十分之一的机会 机会率一定要够低才相信它有因果关系 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做了任何研究结果出来 真是发觉A好像会引起B的话 下一步就要确定 它这样观察到的现象 纯粹因为偶然产生的机会一定要够低才行 那么用回我们这个例子 如果我们做了出来的结果就是说 吃了这个朱古力豆 真的就多了人,即是有痔瘡 我们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下一步就一定要问就是 那个P-Value是多少? 如果那个P的数值是小于0.05的话 即是说吃了朱古力豆,多了生痔瘡 这个现象是纯粹因为偶然产生的机会率 是小于0.05或小于20分之一 机会率其实就相对低了 那么我们就会接受就是说 吃朱古力豆应该真的会产生痔瘡 如果我们做了出来的P-Value 就大于0.05的话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观察到吃了朱古力豆 多了人产生这个痔瘡的现象 纯粹因为偶然发生这件事的机会都相当高 是大于0.05或者大于20分之一的机会 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 证明不到吃朱古力豆是会引起痔瘡的 因为这个现象纯粹因为偶然产生的机会都相当高 我们就不能够接受两者有因果的关系 那么这个才是正确合逻辑的结论 很多时候大家听到那些消息 很多时候就停留在这个阶段 就是说吃了朱古力豆就引起多了人生痔瘡 因为这件事很juicy,很吸眼球 但是大家真的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 真正的科学很多时候的结果是很闷的,很不juicy 大家真的要小心 凡有些这样的好像很eye catching的消息 一定要问究竟这些现象 纯粹因为偶然产生的机会率有多高呢? 这个p value有多高呢? 它因为偶然产生的机会率一定要够低 我们才能够去尝试去相信它 我们用一个例子去说明 假设现在我们有一种药叫XYZ 这种医治新冠肺炎的新药 就出了来 我们就将它用来医治一些严重的COVID 入院的,严重的COVID 吃了XYZ药,死亡率是40% 而这个严重的COVID 没有吃XYZ的药,死亡率是60% 很多时候大家在各种渠道听到的消息 就是说这种新药很突破性 XYZ就能够将这个 严重COVID的死亡率减低20% 这件事就非常juicy 大家就很喜欢看这些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就这样信了这些报道 下一步就要问一问 喂,那个p value是多少? 吃了这种药,死亡率减低 纯粹因为偶然产生的机会率高不高? 一定这个机会率要不高 我们才好去相信它 所以我们要问下一步就是 p value究竟是多少? 如果p value是小于0.05% 即是说降低了死亡率 纯粹偶然产生的机会就相当低 少于20分之1 那我们就会相信这个XYZ药 是真的降低了COVID重症的死亡率 这个药是有用的 反之如果做了出来 p value是大于0.05%的话 即是说这个所谓降低了20%的死亡率 纯粹因为偶然产生的机会 就大于20分之1 都不小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现在这个阶段 就不能够证明 这个XYZ 就对这个严重重症 真的有依次作用 虽然我们知道 吃朱古力豆 就和痴瘡应该没有什么 直接关系 下一次我就尝试 告诉大家 即使没有一个真正关系 究竟有什么方法 可以做到的结果出来呢? 就是做到它有关系 得到很广泛的报道 接着就能够误导很多人 究竟有什么方法 可以做到这些后果呢? 下一次就尝试和大家说明一下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